我希望做幾件事 第一個請各位幫我把三字經這個資料 放在這個工作表的右邊 其實理論上應該放在不同工作表 可是我怕放在不同工作表太複雜 有點比較複雜一點 或者甚至放在不同檔案裡面 那假設我們放同一張表 把它放在這個應該是J1 只是我把它做合併儲存格 讓它可以看起來放得比較多資料 然後我希望能夠它的來源從這邊 幫我每三個字切一個三個字 那這邊總共有八個欄位 就把這些全部 最好是可以向右向下一氣呵成 所以這個跟J1有點類似 你要學會鎖定 如果你不要鎖定的話 你可以用Column 或者是加上Raw 一樣可以喔 那當然你要做第一件事情 請你先Google查一下 三字經全文 這邊應該很多啦 這邊一定要跟我一樣找一樣 第一個就是了 三字經全文 它還有注音朗誦 朗讀 我們其實不需要 那它還有朗讀功能 OK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全選起來了 它好像只能這樣選 那選完之後呢 可是我有些不需要耶 所以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複製一下 而且底下你會發現 還有別的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做完 你覺得意猶未盡 你可以再做別的 OK 它有些字數都一樣嘛 像百家信 百家信就一個字分開 簽字文也是一樣喔 那我假設希望把這些字要複製 可是請特別注意喔 我們是希望怎麼樣 這個資料不要有空白 有沒有 也不要有任何什麼換行之類的 所以我建議喔 你可以先開那個WORD 用WORD來處理一下好了 因為WORD比較好處理啊 做完之後再貼到Excel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還蠻好的過渡 那貼的話我是建議你按右鍵喔 可以用選擇性貼上 然後貼的話你不要用原來的格式喔 有沒有你會發現原來格式喔 它會把什麼 列號都加進來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選這個 有沒有 選擇性貼上 只保留文字這個 OK 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還是有一些東西一定要拿掉 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 就是它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其實是空白 那空白還有分全型半型的 然後還有換行 所以我需要把兩個東西拿掉 一個是空白 一個是換行 那怎麼做比較快 那我建議第一個你貼過來之後 用只有文字之後 上面這邊有一個顯示隱藏編輯標記 有沒有你把它按下去 那這個顯示隱藏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按下去的話 它會顯示出這個是一個全型的空白 OK 所以這個地方 但你說跟半型有什麼差別 如果你這邊按一個空白鍵 它如果是半型的話 它會只有一點而已 OK 所以 當然這個順便講一下 那可是如果你想要把它全部拿掉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哪個功能呢 你可以用這個常用裡面有一個取代 有沒有 或者叫Ctrl-H 我習慣是記那個快速鍵 Ctrl-H 有沒有 取代 那取代什麼呢 取代你就把第一個 這個東西 把它放這邊 這邊保持空白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 Ctrl-C 貼過來 或者你輸入一個全型空白也可以 然後全部取代 OK 有沒有發現 總共取代354筆 按確定 第一個問題解決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換行 有沒有發現 它這邊後面都有換行 那怎麼把換行拿掉 第二個記得 這邊的話怎麼表示換行 這邊記得 更多 裡面的話有個特殊 找到那個段落標記 這個段落標記 按全部取代就可以 這樣OK了 那請你再把這個取代的結果 把它全選之後 全選Ctrl-A Ctrl-C Ctrl-A Ctrl-C 然後呢再把它貼到那個 Excel Excel的話呢 我是建議填到 J1 可是J1格子太小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些 拿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選起來之後直接什麼 跨欄至中 跨欄至中 跨欄至中之後呢 再靠左對齊好了 這邊把它按一下 不然它會放中間 那再把資料貼上去 靠這邊 跨欄至中 然後對齊方式 記得喔 這邊可以靠上 跟靠左 然後把剛剛的資料 貼上去 這樣子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它的這個三字經的全文 就過來 但你說老師 可是為什麼它沒有折行 這個可能要設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這邊有一個對齊方式有沒有 自動換行 這樣就OK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一件事就是把資料貼過來 記得喔 貼了這種選擇性 一樣只有文字喔 你不要把格式都帶進來 第二個取代 取代兩個東西 有沒有 換行拿掉 空白拿掉 因為如果你假設空白沒拿掉 它會當一個字 所以你變成將來切出來的字 就不對了 除非說你說老師 空白沒關係 那你空白沒關係 你將來就要把它算進去了 所以切了之後 你的規則又不一樣 反正我是建議你先把它拿掉 好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就把它怎麼樣 再把它全選 Ctrl-A 再Ctrl-C 貼到那個什麼呢 這個 欸 開一個空的一次喔 然後貼到J1的儲存格 不過J1的儲存格 貼之前喔 你可以怎麼樣 先把這個地方喔 先做一件 就是讓它擴大 擴大的話記得喔 就是先選一個範圍 然後跨欄至中 在這個對齊方式的話 靠上 跟靠左 那你不做的話也可以啦 只是說它 就是集中在中間 看起來怪怪的喔 最後其實自動化 好像這邊也有自動化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 從這邊按右鍵儲存格 去這邊找支 不用 好像我記得 好像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我試一下 這邊喔 所以第一個 追這個範圍 打 然後 直接就這樣 一 二 三 四 剛好耶 這樣繞一圈 有沒有 一二三四 把資料貼過來 就OK了 把資料 Ctrl-C Ctrl-V 有沒有 點兩下貼上 這樣也可以換 有沒有 所以換在這邊就有了 所以一二三四 最簡單 OK 好 再來的話就是重點了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其實就是希望把它拆開來 因為它剛好三字經 三個三個字 所以我希望它的規則是 A到H 應該有八個欄位吧 那怎麼做 來源在這裡 我要一次取三個字 一次放三個字 當我換 向右拉的時候 它就自動 換 這個 下三個 後面的三個字 那首先的話 不知道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符合這個規則 那第一個你要想到一個函數 如果要取 取字數的話 你可以插入函數 應該有想到吧 我們如果從左邊取的話 可以用Lapt 從右邊的話用Right 可是應該這個 沒辦法從左邊 應該是從中間吧 所以這個應該 第一個想到一定是什麼函數呢 這個Mid函數 有沒有 然後呢 它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是 你要從第幾個字開始 第幾個字開始 那理論上這邊是1 對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這邊是1 那如果我現在給1的話 會有個問題 就是它每次都抓1 幾個字 幾個字比較固定 一定是3 所以這個跟這個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我建議 你直接把J1有沒有 按一下F4 其實按下F4 就是幫你加錢的符號 按一下是加全部 按兩下是加列 按三下變成藍 再按一下就恢復了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鎖動加錢 只是說你要變成要加兩個 變成你要這邊加一個 為什麼 因為我向右拉跟向下拉都不要動 所以一定記得都鎖起來 OK 好 那所以呢 Mid這個應該是固定的 這個跟這個是固定的 可是問題有沒有什麼方式 它可以幫我產生一個位置 第一次的話 它應該是1 後面一次的話 等於是說 所以向右拉的話 它應該是跟藍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再加上什麼 1加上column 我自己打了 COLUMN 小瓜糊 那問題是column 你說column 它有沒有什麼辦法 配合1 就是跟它加在一起 它會自動幫我第一次是第一個字 取三個字 剛好人字出 然後下一個的話 變成說 它變成應該是4 性本上 變成這個是1 這個是4 然後再下一個應該再加3 變7 再加3變10 有沒有辦法產生一個規則 可以讓它 當它第一次是1 之後呢 每一次加上3的倍數 所以如果你把它想出來的話 就這個應該問題 就是類似這樣 這邊是1對不對 那這邊就變4 兩個相差3 然後你向右拉 它會自己算 不過我只是示意喔 再來這邊下一個的話 它變成22再加3 所以這邊應該25 25再下一個應該是28 反正都相差3就對了 然後後面一樣 所以如果你可以創一個規則 把這個規則的公式 放在MID裡面的話 那你這件事就解決了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 MID 所以這邊可以給各位提示 基本上就是MID加上Column 應該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 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應該也會牽涉到鎖定 也會牽涉到Column 也會牽涉到RAW RAW的話是換到下一列 它的數量很不一樣 所以這個難的地方應該是難在 如何產生像這樣一個 數字表格的公式 如果這個數字表格公式產生之後 那我們再把它放到MID裡面去 MID的第二個參數的話 哇那就很快了 就全部都OK了 所以這個可能請各位想一下 這應該是最難的 但是啦 畢竟寫公式應該可以 但是我的目標還是希望 看能不能把它變成VBA 所以今天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是 做幾件事吧 第一個是 三字經 然後再用公式把它做出來 再改成VBA 所以今天大概就把這個 三字經練習完成 然後後面可以再改一下吧 如果你可以把它算出 我是當然是希望說 因為你做排列OK 可是問題它目前好像也沒辦法 發生什麼作用 比如說我假設有個問題 我希望統計一下 到底哪一個字出現的頻率最高 那我要怎麼知道 哪個字出現的頻率最高 有沒有 OK 可以幫我排序一下 如果可以做出來的話 那就有一定的貢獻了 我就馬上可以告訴我 三字經裡面哪個字出現的頻率最多 為什麼出現頻率最多呢 那應該重要嘛 不然幹嘛講那麼多字 好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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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